与罗晋相爱八年,分手后嫁给百亿富商,颜值甩唐嫣十几条街。 唐嫣本来是个还算低调的妹子,但在和罗晋谈恋爱之后就非常高调了,经常以情侣的身份一起出席活动,相比婚后很少秀恩爱的好闺蜜养你,唐嫣真是高调到不行。 唐嫣和罗晋两人合作过四部作品,可以说是日久生情,但刚开始的时候唐嫣和邱泽还在一起,唐嫣的眼里也只有邱泽,如果不是后来两人分手,罗晋压根就没有机会。 唐嫣和罗晋在两人拍摄《克拉恋人》时,就传出绯闻,但当时两人都否认了,并解释他们的关系只是好朋友,不可能成为恋人。 但恋爱中的人是藏不住的,唐嫣和罗晋在合作锦绣未央的时候,在片场各种没来眼去,亲密的举动都被记录下来了,看过幕后花絮的网友们都说,这两人绝对有情况。 事实证明,群众的眼睛还是血亮的,罗晋在不久之后就公布了和唐嫣的恋情。 但也有网友表示其实两人早就在一起了,只是那个时候唐嫣和邱泽还没分手,所以选择不承认这段恋情而已,但这也只是传闻而已,默默相信唐嫣和罗晋在一起的时候已经和邱泽分手了,你觉得呢? 在和唐嫣在一起之前,罗晋也有过一段轰轰烈烈烈的感情,罗晋的前女友是苗普,苗普比罗晋大,两人是姐弟恋,这段恋情不知道什么原因,最终还是分手了,分手之后苗普嫁给了比自己大21岁的百万富商陈蜜红。 很多网友都觉得唐嫣和苗普有几分相,有人觉得苗普更漂亮,但唐嫣没有苗普这么强势, 但是,性格更加温和,更加适合唐嫣,他们两人在一起才是天造地设的一对,你怎么看? 唐嫣和罗晋会不会结婚?也是很多人关心的问题,默默记得唐嫣又在直播的时候表示自己会在35岁结婚, 而唐嫣今年已经34岁了,这么说来两人非常有可能在明年完婚哦,这么想想还有点小激动呢,期待两人早日结婚。 唐嫣长相甜美,难怪叫粉丝们都叫她唐嫣,鸟鸟停停的她在静。 距离字,宝会包心,你,粥,来吃,做,发带,都找。 她线条优美试着道理,默默,长半月,粗,归细了一圈,身穿一袭红色连衣裙的唐嫣非常优雅。 苗普在和罗晋分手之后表示不会再尝试姐弟恋,有时候不合适就是不合适,罗晋是和唐嫣这种性格柔和, 长相甜美的小女生,而苗普是适合比自己大的成熟的男生,所以,这会是他们最好的选择,希望他们都各自幸福。 结语 你觉得罗晋和唐嫣般配吗?唐嫣和罗晋在一起的时候,和邱泽分手了吗?